嚴格上來講的話 我覺得他的內容還不算差 哇 來看到月東華這場比賽的第一盞打出現了 前面一次其實擊球內容也不錯 但是直接正面找到了吳傑瑞 但這回呢 沒有人能夠接到這顆球 腳剛好抬起 發球帶到了左眼方向來看他承接線 最後沒有機會了 他很想接 但是沒辦法 所以王偉辰今天又是兩隻的安打了 厲害 真的厲害 這個不簡單 而且兄弟兄弟在五局下半現在行程沒有人出局 一二雷有人的狀況 比身有可能會端打 對 其實兩顆球說真的都沒有打得很好 但從最後來看的話 其實結果都還蠻不錯的 都能夠找到適當的位置落地行程安打 九次的犧牲觸擊的嘗試成功了74次 點在了地上 哇但是三連沒有人 哇這邊在防守上面有一些 溝通錯誤喔 是 因為郭富林也往前衝了 所以三連沒有人 那林丹因為他接到他就直接傳了 因為他第一時間應該也沒有辦法分辨說 郭富林他是不是在三連上面 因為他急著要出手 這球好像砸在郭富林身上 因為布雷克第一時間也是比說往三連傳 對 因為這球有往三連傳的條件 這只能說要看三連手他第一時間的一個反應如何 這球要決勝負 打者這一個球來講的話 遇到喜歡你其實是個積極出發 確實有一點擠壓到 但是球的位置是安打沒有問題 三連傳的跑者要回來得分 在滿雷的打擊率將近五成 這在日本叫做滿雷難 很會打 這隻短程的安打 至少是有把分數給要回來 4比0 忠信兄弟今天在打擊的串連上面 很明顯的做得比獅隊還要好 嗯 其實也還是有點受到的擠壓 但最後其實效果還滿不錯的 三連的這分合兩沒有問題 但王偉成在累間一直判斷說 這顆球到底會不會被接到 那我要有投手教練帶著阿泰上道的投手球 要換投手了 獅隊今天在換投的過程是非常的果決 直接要讓今年球技在各項數據 排在前茅的布雷克下場休息 在換投的過程當中 我們進一段廣告 待會再回到這場比賽 大家好久不見 疫情期間雖然沒有我們進場 但是也要繼續為忠信兄弟加油喔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